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是一支以执行仪仗私礼任务为主的礼仪部队 主要担负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为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领访华时举行的欢迎仪式任务 成为一名仪仗队员 我们首先是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要求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仪仗兵的选拔又有一些特殊的条件 比如说在身高上男队员的身高要达到1米80以上 女队员的身高要达到1米73以上 日常表现还要良好 身材还要匀称 五官还要端正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训练场 在我身后官兵正在进行齐步和正步的训练 这样的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就是为了能够让官兵在各项重大任务之中 把最好的状态展示出来 台前一分钟幕后十年功 仪仗队员所有精准无误的队列动作 都来自千万次的重复和打磨 因为我参加过1,5年的6米表冰 然后当时最长的一次战旅的时间是5个小时 然后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2点 站了其实也有晕的或者不舒服的 然后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正步走伴随每一名仪仗队员的军旅生涯 战士们告诉记者 他们每人每年要平均穿破七重靴子 所有人的脚上都有磨破的伤寒 仪仗队员三年间走正步的累积距离 相当于一个或几个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里程 每年出的汗将近一吨 因为我们穿的是马靴 马靴本身就比较硬 走的时间长了 脚底自然会冒泡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在执行任务 军人就是要坚持 仪仗队作为国之象征 军之荣耀 在面对外宾时 每名仪仗兵都需要神采意义 自然大方 训练中战士们要在迎风迎光的条件下 三十秒不眨眼不流泪 为了在各项任务中保持最好状态 仪仗队还需要进行针对性的表情眼神训练 我们仪仗队对于仪仗兵眼神的要求是 四十五秒钟不眨眼 在夏天当中我们对着太阳练 在冬天中我们迎着寒风练 所以我们每名战士都能做到风吹不避 杀打不避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成立六十多年来 已经圆满完成了四千多次仪仗私礼任务 时刻以亮相极精彩 出场极震撼的标准 高质量完成各项重大任务 充分展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的时代风貌